大家好,我是王岳波 今儿我接着跟您聊聊斋里的小故事 聊斋里的也写到了很多的乡村的游艺 上回我记得我跟您说过一回偷头 实际是个魔术 后边干脆有一篇就叫西术 西术是什么呢,是桶系 拿一个桶啊,变这么一个细法 装什么呢,装米 跟这吃也有点关系 咱们家里的存米一般的现在都省事了 现在弄一个玻璃容器 给它刷干净晾干了 密封都很好 过去都是米缸面缸 也有人家就用桶 南方的还木桶多 装米 这蒲宗领老先生说呀 耍这桶系的 拿一个桶 这桶呢能搁多少呢 桶可容生 您都见过过去那升啊 一升是多少啊 您知道我小时候打那散啤酒啊 论那一升一升的打 就一白色的呀 一个大杯子 比现在的这个扎皮杯也略微大点 那就是一升 嗯 十升的是一斗 那么这个桶啊不大 里边也就能搁一升东西 要按水换算呢 我琢磨就是 像皮皮啊 哎 能搁两瓶也就是 而且这桶啊 没有底儿 是空的 哎 两头呢 能够 见量 他怎么编呢 他先交代交代 把这个木头桶啊 拿起来 走到观众席 跟这个看信法的呀 面前这么一晃 大伙一瞧 就是一个桶 两头都能看见呀 还把胳膊伸过去 这头伸过去 那头能露出来 把那手啊晃一晃 让一瞧确实是一空桶 然后呢 就在街上啊 哎 铺这么两领席 原文写 戏人 以二席之街上 就是说 把这两领席 铺在街上 对好了 然后呢 就把这桶啊 往上一摆 然后搁一个升 这个升呢 就是 粮殿里边 要粮食的那个东西 就放在这个桶里边 由这桶里的往外的一滴了 满满灯灯啊 滴了出来的一升白米 大伙一叫糊 这媳妇变得可神了 怎么 明明瞧的那桶是空的 而且没底 他这升米 打哪滴了出来的呢 滴了出来啊 他一翻万的糊 这一升米啊 就倒在这席子上了 就倒在这席子上了 紧跟着把这升啊 又搁那桶里边 胳膊往外一提 呦 大伙一想 又滴了住这一升米来 这桶里边啊 不是就能搁一声吗 哎 这就两声了 哗 又倒在席子上了 紧跟着又搁桶里边 又取 取出来一声 倒一声 取出来一声 倒一声 轻刻间啊 两席皆满 您琢磨琢磨 两张席子那么大一块 这得倒多少米啊 把这两席子这的米啊 全倒满了 然后呢 再用这升 一升一升的把米搓起来 再倒回这桶里头 你说那么点个小桶 这席子的米全都能装起 都装完了 把那个升啊 往旁边一搁 由地上把这个木头桶啊 拿起来 对着大伙的密交代 还是这空桶 你说这多神奇 蒲宗领老先生呢 对这个魔术啊 都不以为奇 他说什么 奇再多也 就是说这个桶里边 装点米啊 藏在哪儿啊 可能有办法 哎 可能蒲宗领老先生呢 也知道 他这个戏法的窍门在哪 要说行话 叫门子在哪 但是呢 难得他这都 能弄这么两领席 那么多的米 这可不简单 他藏在哪儿了 这就不好说了 在这故事后的呢 他又写了一个故事 哎 他说呀 历金李建田 历金是哪儿啊 历金也是山东地面 归济南福馆 哎 现在啊 山东省也有历金县 这李建田 那可大大有名 这是明末清初的人 明末清初文人笔下呀 多有技术 哎 在明国二十四年 也就一九三五年 历金县制 第八卷上 叫仙记列转上 哎 就有这位李建田 他有个别号叫李神仙 其实他号叫灯仙 哎 这个人在历史上 还是确有欺贞 怎么叫李神仙呢 就是这个人呢 就跟神仙一样 会很多发术 辽斋上写的一段什么呢 辽斋上写的一段 有一天哪 李建田哪 上严镇哪 去玩去 闲逛 严镇在哪儿啊 严镇不在历金县 严神镇 当时清朝的那会儿 归山东一度 现在归哪儿啊 归这个山东省 资博市博山区 那也就是离这个 蒲宗陵住的资川县 那很近了 历金李建田 在严镇咸游陶场 陶场是什么呀 就是烧陶的窑场 博山这个地方啊 自古以来 陶瓷也非常发达 你要现在到资博 您去 博山这地方 也是一大磁都 中国一共有五大磁都 您都知道景德镇呢 还有潮州磁 宜兴兴兹 龙泉磁 博山磁 这个我呢 跟着我们团呢 到资博去演出 人还真送过我们啊 资博的磁器 非常之好 从这个明清时代呢 这个地方 陶瓷也就已经很发达了 他出磁器 那么呢 这个李建田 在严真呢 咸游逃场 您看呐 这摆着好多呀 大缸 原文写巨瓮 他这个巨瓮呢 是磁缸 这干嘛用的呢 这买回家去呀 是不是摆的 这是搁的院子里头 有的人家呢 还把这地下挖个大坑 把这大缸整个 给坐在院子里头 这是养鱼的缸 哎 大鱼缸啊 非常好 里边呢 能种点啊 莲藕啊 荷花呀 瓷锅啊 夏天呢 鱼袋底下 荷叶底下 这么一游 非常好看 你要不是有钱人呢 还真买不起这个 难得呀 使得这一摇啊 出了这么六十多字 没坏的 都那么好 这李建田的李神仙呢 想买一个 但是逃场的人呢 这老板呢 卖的挺贵 李建田的贤贵 划划劲吧 他给的又很低 一个不让啊 一个还不愿意多偷 最后呢 两个人撑了半天 没成功 李神仙没说什么 就走了 这个窑场呢 卖头块的人 他不知道 这是李神仙 到晚上啊 好 窑里的这六十多个大瓮啊 全没了 这要说搬呢 可搬不了 为什么 这一个大缸啊 几个棒小伙子台 六十多个人 要想一夜之间 把他搬没了 得来好几百人 还得有车 这麦慈器老板呢 大惊失色 就怀疑啊 是白天跟自己啊 争嫁的这个人呐 他办 还真有人认识 为什么 白天俩人讨价 还价的时候啊 旁边有看热闹的 有人认出来了 这是立金县的李神仙 你招谁不好 你非招他 便宜点卖的 对你有好处 就把这话呀 跟这个开词谣的老板说了 说你啊 得罪神仙了 你一定是他 把你这六十多个大缸啊 都给变走了 哎呦 老板说 我哪知道他是李神仙呀 他知道 我也不敢呢 你们谁知道住 哪我找他去吧 反正知道是立金县 敢到立金县一打听 李建田 李神仙呀 全认得 就到他家了 到家就给跪去了 李神仙 您饶命吧 哎呀 我不知道是您的 要是您的 我 说什么 我也不能要那么贵 得了 这一个算我送您了 那六十多个 您还我吧 你这一定什么呀 不知道啊 没有啊 不是我办的呀 这老板一瞧啊 李神仙装糊涂 哎呀 跪着一劲 陪人情说好话 求了半天 最后李神仙说了 哎呀 我替你呀 从窑里边 把它弯出来 一个瓮啊 也没摔碎 人文写一瓮不损 在魁星楼下飞鱼 什么意思呢 我不但没把你这个 六十多个大缸啊 给你损坏了 我还都给你 运到魁星楼下去了 你呀 明天让魁星楼那找去吧 得了我谢谢您 卖瓷器的 赶紧带着人 奔魁星楼 魁星楼在哪啊 好 魁星楼在他们 阎神镇的镇南边 离得这窑场啊 三里多地呢 你说这六十多个大缸 怎么运去呢 到了魁星楼下边 一瞧啊 马着整整齐齐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四四方方的 马着这么一大片 果然一个坏的都没有 故人往回运吧 三里多地 六十多个大缸啊 愣运了三天 才算把这六十多个大缸 都给拉回到窑场来 这段细数呢 可也就写完了 嗯 要说呢 聊这当中 这样的小故事还很多 你们要投了这个 嗯 快米这个 其实呢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中国的古戏法呢 有这么一个戏法 哎 什么戏法呢 就是一坛子 它是两个螺圈 把这坛子呀 先交代交代 它这坛子呢 您可听不明白 它肚大嘴小 它这嘴特别小 然后呢 拿一俩螺圈呢 把这坛子给罩上 由这坛子里头啊 往外取东西 可有这俩圈套着 您不知道它里边怎么弄的 坛子也是瓷烧的 你不能打开 一掰就碎了 从里边拿出的东西啊 挺稀奇 苹果 哎 梨 糖 香蕉 各种蔬菜 大伙就琢磨 它这坛子总是那么点 它这苹果放不进去 它怎么顺带里拿出来呢 最后啊 最出奇的是啊 这坛子里呢 拿出一大碗来 这大碗呢 搁在桌上 然后抱起坛子了 咚咚咚 还往里倒水 那就说明这坛子呀 是石底的 不是空的 要不里边怎么装水呀 喝这戏法呀 好多人都不明白 这就是中国古代呀 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 研究出这么一戏法了 那位说 你知道不知道这戏法怎么变的 哎 这跟您说实话 我呀 不知道 我要知道 我就不跟那给您说书了 我也找这编戏法去了 反正啊 就知道也不能说 因为什么 人家编戏法的现在还经常表演这节目呢 这个叫罗圈荡荡 那么后边这个啊 大班尼 大班韵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啊 也有 这一说呀 还是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美国呀 有个变魔术的大腕 叫什么 叫大卫科伯菲尔 这大卫科伯菲尔啊 要按今年说 岁数个不小了 哎 他得有六十多了 因为他是五六年生人 嗯 当年他在美国呀 直播 那那年 那是一九八三年 当着县长很多的观众 还有五千万电视观众 拿手中的魔杖 就把自由女神像啊 变得是无影无踪 至今让人是匪夷所思 后来2002年呢 他来过中国 在广州 上海 北京 三地演出 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我还记得电视上那会儿啊 转播 他变飞机 哎 当着大家伙那边 把一大飞机 盖上那么一块布 然后呢 拿手一蹬那步 插一下 那飞机就没有了 嗯 你说这是不是神或其神 当然了 这个魔术啊 咱们都知道是假的 关键就是这假的 你也瞧不出来 明明知道的闹鬼 他这个诀窍在哪呢 大伙不知道 您看那魔术的魔子怎么写啊 上面一个麻子 麻痹的麻子 下边呢 一个鬼字 这字就念魔 怎么讲呢 就是您那稍微一麻痹 他就要抖鬼了 说您不麻痹 瞪着眼睛 那您也瞧不出来 您看普通啊 咱们在古代上看呢 把人变没了 那人躺在那 拿块布一桌 插一下 那布抖了开 那人没了 那人是活的呀 这飞机是死的呀 飞机不能自己飞走啊 那飞机要发动得得动静 人能听不见吗 再说围着飞机坐好多人 哎 他就当着大家伙的面 把那么大一个飞机 凭空就能给变没了 他就真正就没有了 这还不是传说 到现在呀 也不知道人家大卫 科布菲尔是怎么变的 当然了 这种魔幻的事情 要在聊斋里头 可就不新鲜了 聊斋四百多篇呢 一篇写的比一篇更神奇 您像这位李献田 他的这个神奇的事情就很多 在诸多的啊 这个书里头 就是明清的文人笔记当中都有 您比如说青刀王志珍 持北偶坛 里边二十二卷就记述了李神仙 有魏谱先知的这些个事情 哎 那这里边都说的什么呢 你比如说啊 他呢 当时上一个官当中家去 哎 客都下一换家 这当官的病了 病了怎么样呢 想吃橘子 当时呢 南方北方呢 交通很不方便 北方这儿呀 没有橘子 南方有 非非先不能治 不是空运呢 来不了 这李神仙说 你甭管了 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头 焚香枯燥 点上香啊 自己在屋里坐着 一会儿 把门打开 捧着橘子出来了 里边啊 那橘子上呢 还带着印呢 就仿佛啊 从这个橘树上刚摘下来的似的 就这样李神仙的传说很多 死的时候呢 是八十有二 哎 有的时候啊 人乔案呢 穿美袍服 有的时候呢 毕衣冠 有的时候是东哥下囚 就冬天啊 他穿个单衣 夏天呢 他穿个囚服 反节节穿衣裳 大家伙也习习为常了 知道的这李神仙 但这样的传说呢 虽然说堪于方志 就说在地方志上有记载 但是不妄听之 这也不能当真 聊天当中这样的故事就更多 这样 咱们下回啊 接着给您聊